公視國際新聞頻道爭議案鬧得沸沸揚揚 儘管文化部30號撼出合作中旨 但卻被爆出會有爭議 其實是跟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 兩人內鬥有關 國民黨文全會30號爆料 公視動作疑似內定 總統蔡英文屬意由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江川南擔任 但是行政院長蘇貞昌卻看中央廣董事胡元輝 疑似就是兩人意見不合 才會將公視爭議鬧上檯面 我想完全沒有這個事 完全沒有 公共電視的董事站 依法 法律有明文規定 就是由董事互選之 所以我可以保證說完全沒有這個事情 文化部長李永德否認蔡蘇豆 但是到底下星期公視董事提名名單中 又沒有江川南 他的態度卻很保留 我本身也親自去問過江川南先生 他也知道外面有這樣揣回 但是他說他完全沒有信 這個董事的名單 我必須要這個 就是說要尊重每一個人的意願 所以在這個之前 我對名單是絕對是 我無法認認 公視國際頻道企劃 先是爆出政府黑手介入 甚至還有動作內定疑雲 賴音痛批台灣 因公共化的媒體綠化 今晚文化不僅僅將合作喊咖 但風波卻持續延收 這是張榮鳳 風一致台報導